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溫新聞 提供給大家溫哥華最新的活動訊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可以到粉絲專頁幫我們按個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 並且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本週第一個活動是Wissela Village View Festival 詳細資訊大家可以參考上週的溫新聞 第二個活動是Markey Mexico 活動時間為9月16號早上10點半到晚上11點55 在溫哥華市中心的Rabson Square 大家可以去體驗墨西哥的美食、音樂、藝術還有事蹟 最特別的是9月16號這天是墨西哥的獨立日 晚上7點的時候會有特別的墨西哥傳統活動 Nexi Congrito 用獨特的喊叫方式去表達我們的喜悅 第三個活動是Vancouver International Flamenco Festival 活動時間為9月11號到9月24號 這是第25屆的佛朗民歌節 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家和音樂家一起參加這個活動 用最熱情的舞蹈和音樂帶給大家最精彩的表演 還有付費以及免費的表演 另外還有免費的表演課程讓大家可以去體驗看看喔 接下來介紹下週的活動 第一個活動是Happapalooza Festival 活動時間為9月22號到9月24號 這是一個免費的多人文化慶典 活動包括故事演講Life Music 同仁體驗 9月22號在TBC Studio 9月23號的Family Day則是在Granville Island 從下午1點到4點會有臉部彩繪氣球表演 很適合大小朋友一起參加 9月24號則是在溫哥華圖書館 第二個活動為Concur La Power Run 活動時間為9月23號 這是一個路跑的活動 有8公里、16公里還有接力賽的選項 路線是從Concur Pacific Place 一直到English Bay折返 9月17號以前報名會有早鳥優惠 喜歡路跑的朋友千萬別錯過這次的機會 在夏天結束前趕快去參加吧 第三個活動是在9月23號 從早上10點到下午2點 大家可以到Robston Street上的溫哥華美術館 去參加這場世界最大的眼神交流實驗 那這個活動它很特別 它的主要終止是藉由一分鐘的與陌生人的眼神交流 來讓大家可以仔細思考說 就是人際關係的疏離可能就是從缺乏了眼神交流這一刻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帶著你的舒服的毯子或是椅子到現場去 跟大家一起參加這場活動 第四個活動是Ritchman的夜市直到10月9號喔 所以如果你想念台灣的夜市 那記得可以到Ritchman去參加這邊的英文堡的夜市 那這裡的夜市會有各國的料理 像是韓國的年糕 還有台灣的雞排 台灣的炸鱿魚圈 還有新疆的燒烤串等等 那這邊還會有一些遊戲的攤位 只要搭Skytrain到Bridgeport Station就可以抵達這個夜市囉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南海的活動 在9月21號禮拜是晚上6點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可以跟我們一起到日本料理和韓國燒烤吃到飽店聚餐喔 那在這天你可以認識到很多的新朋友 如果你是剛來到溫哥華 或是你已經在這邊待一段時間 然後想要交朋友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參加這個活動 到我們的活動頁面來幫我們參加這場聚餐的活動 那南海的第二個活動是在10月14號 南海會帶大家一起去參加一個鮭魚回流和採蘋果的一日遊活動 那這天我們會去參觀三文魚的繁殖場 然後還有三文魚的回歸產卵的過程 接著我們還會去一個溫泉度假區 會有導遊帶著大家一起去參觀溫泉 那邊是一個美麗的小鎮 所以大家可以到小鎮山上步 還有美麗的沙灘 那接著我們會去參觀蜜糖廠 體驗到數十種不同的蜂蜜口味 還有我們會去蘋果廠 就是採蘋果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活動有興趣的話 記得跟我們聯絡 然後費用是一個人40元 那我們也有把這個活動資訊放在溫哥華旅遊加油站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直接點選參加喔 那就謝謝大家收看本週的溫新聞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